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 有人说谈自己想要的恋爱 无需让自己面目全非 有自己骄傲的视野 无需怨念眼前的苟且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无需屈从于任何人 不可否认的是 每一个向往自由的人 都渴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那样就不用每天戴着面具 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而是可以尽情地 驰骋在自己缔造的世界里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自由选择的勇气 和付出行动的实力 自由也总是相对的 人生也免不了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与世俗的偏见和周围的嘈杂对抗 也总是要面对很多 无法逾越的障碍和阻力 这个时候我就不免想问了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又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吗 或许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于是放任自己每天活得闷闷不乐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突破僵局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为我们呈现了三个 在世俗眼里足够离经叛道的人 他们鼓起勇气摆脱周围的禁锢 剥离家庭的束缚 逐渐回归自我认同 也用行动诠释着生活的含义 最近看到了一则新闻 一个叫小易的孩子 今年九岁 却患上了抑郁症 让人唏嘘不已 原来父母从小对他的期待很高 希望他能出人头地 这给小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一直自尊心超强 最终被父母寄予的高期待压垮 患上了抑郁症 精神专家说 孩子容易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 是父母高期待 引起了孩子压力过大 原来 真正压倒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学业的艰苦 而是父母的压力 有多少孩子 背负着改变家庭的命运 在父母眼里 他们活成了父母的衣服 他们从来都不是自己 又有多少孩子 活在大众期待和自我满足的徘徊里 在现实和梦想的挣扎里 渐渐失去自我 甚至走向无望的深渊 电影《三傻大闹宝来屋》里 乔宜因为没有按照院长的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毕业论文 面对院长的迁怒和父亲的失望 他选择用自杀的方式 结束对梦想的期望 不是自杀 是谋杀 无独有偶 影片里 蓝车的好友拉杜 因为家庭条件贫困 父亲卧床不起 他成为整个家庭的寄托 从小就背负着家庭的压力 后来因为得罪院长被开除 一个家庭的稀计从此破灭 拉杜也因为承受不了这个罪过 选择用跳楼结束生命 好在 他被救活了 被压抑的人 内心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热爱 但是 他们不愿意沟通和倾诉 因为他们知道 得到的答案 永远是否定的 这些背负好孩子标签的人 有多想挪走 父母放在自己身上的期待 他们期盼自由自在地 享受快乐的生活 却在外界的质疑声里 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憧憬 全部都抹杀了 尼采写过 如果你想走到高处 就要用自己的两条腿 不要让别人把你抬到高处 也不要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 一个人的人生 大抵在于自己的选择 近年来 原生家庭一次 炙手可热 它似乎成为我们每个人 糟糕生活的全部情绪出口 可是 原生家庭不该成为一个人 软弱无能的托子 在传统父辈的价值观里 孩子总是承担着太多的倾诉 是希望 更是一家人生活的曙光 可是 扪心自问 你喜欢这种被禁锢的状态吗 当一个人选择成长 往往也就选择了不被人理解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认同你选择的路 冲破家庭的束缚 有多难呢 每个人总要有自己背负的社会责任 和家庭责任 家庭的重压 父母的期待 世俗的偏见 不是一点点勇气 就能对抗的 就像电影里的法兰 明明热爱摄影 却在父母的息息下 去学校学了工程学 而出身不富裕的拉肚 始终背负着父母的期待 两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和伪装里 或许 你早已厌倦了现在的生活 我知道 这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你也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 无力感 那种明明知道 你被某些东西扼住了喉咙 你想呐喊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的空洞和无奈 可是 如果一个人因为原生家庭的稚固 而失去选择的自由 那应该是很可悲的吧 或许 也总要有一些事情 会触动我们 做出改变 电影里 跳楼的拉肚 经历两个月卧床不起的生活 终于 再次活了过来 他说 断了两条腿 才让我真正站起来 他再也不要委屈求全 而是去做 有意义的事 而经过一场生死搏斗 他的父母 也终于开始体谅他 不再把家庭的重任 压在他身上 热爱摄影的法兰 在好友蓝车的鼓励之下 大胆地和父亲 坦白自己的想法 最后 得到父母的祝福和支持 尽管背叛父母 对于我们来说 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 但挣脱命运的藩礼 不再被压制 被阻挡 才能完成一场 自我救赎 曾经流行一句话 我不过无比正确的生活 可是 到底怎么样 才算是正确的人生呢 我觉得 对于每个人来说 并没有唯一的答案 在电影里 查图尔 就是我们父母口中 常说的 别人家的孩子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第一 他也信奉着 老师的话语 生活就是赛跑 你要跑不快 就被别人踩在脚下 于是 他的人生 就是一场场 接力竞赛 考试 工作 事业 他都想赶超别人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他活得很累 但这就是 他的人生选择 无需之责 而对热衷摄影的法兰而言 他并不想要 宽敞的房子 豪华的车子 就像他劝慰父亲的时候说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 活着 只会给我带来绝望 开小点的车 住小点的房子 我会开心快乐的 于是 他选择去追寻自己热爱的事业 用自己的选择 去定义生命的意义 而对于男主人公 蓝车而言 穷困潦倒 并不是贬义词 他从没有想过什么是成功 也从来不在乎 自己的考试成绩 而只是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 建立学校 教育孩子 投入科研 都是如此 有的人穷极一生 想要的不过是一套奢华的房子 一辆昂贵的车子 一份体面的工作 而有的人寻求的 不过是一份内心的宁静 和灵魂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没有对错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也都不该被质疑和非议 而毫无疑问 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都要承受各自的对与错 别人的包与贬 生活的尬与货 那些期待的 失落的 犹豫不决的 坚信不移的 甚至是某些 颠覆自己生活认知的 我们都要去理解 去接纳 即便有一天 我们苦苦追逐的 生活之周折解 至少某一个瞬间 我们是为自己活过 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呢 从不活在大众的期待里 也从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就像蓝车说的那句话 All is well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 在追逐自由和满足外界期待里 你经历过哪些选择的煎熬呢 希望你能把你的心情 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